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们现在刚从课本上面的例子 我们也看了Additional Information 好 既然这是一个正式的报表 其实你要想成习惯 表头要写清楚 好 四大报表 我既然要求你要写表头 就四大报表而已 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任务表 权益变动表 或保留额表 其他我没有特别要求 你一定要写表头 比如你编银行调节表 其实没有写表头不重要 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对外的报表 如果你是一个正式对外报表的话 你要写清楚你的表头 什么公司报表名称 报导期间或日期 那现金流量表是报导是这一段期间 所以它是一个流量的报表 所以还跟损益表的期间的写法是一样的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好 所以你可以写像课本上面呢 其实这个公司名称 好 我就不写了 652页的computer service company 就是它的公司名称 那再来呢 它是现金流量表 所以statement of cash flow 然后再来第三行就是写 你报导的期间 那写法就跟我们损益表是一样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7 好 所以就像课本上面的652页 的income statement写法 只是你把income statement 第二行改成statement of cash flow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这里就不写了 那第一个 我一开始呢 要先从什么 我的cash flow from operation 好 operating activity 好 第一个动作我们说既然我们现在是写什么 好 我们先从它的indirect method开始讲 所以Net income 我们先从损益表里头找出来 652页损益表是Net income 145,000 好 接下来就是你的调整项目 调整项目 我们刚刚讲说先从你的损益表开始做 第一个你先去找损益表里头 不属于营业活动的交易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laws on disposal print access 除份资产损失 这跟我的损益表 跟我营业活动无关 laws on disposal 好 这个损失跟我的营业活动没关 所以我要加 因为损失是不是减了 我把它加回来 因为这个营业活动没关 所以我加 那再来第二个 再往下找 我有没有来自营业活动无关的呢 好 从它的损益表整个看下来 内容没有 那第二个呢 我们去找 损益表里头 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收入费用 那这里已经告诉你了 从我的损益表里面呢 它有一个什么 depreation expense 折旧费用 好 折旧费用 这跟什么 跟我的现金流进流出无关 因为我是借折旧 但累计折旧 所以折旧费用 不涉及现金的流出 那折旧费用有多少 9000因为费用 所以我是减嘛 那我要把它加回来 因为我没有付钱出去 好 舒淇会吗 另外一个呢 甘巧语吗 不是甘巧语已经有了 我刚已经点过名了 好 待会再看知道是谁好了 好 然后呢我们从损益表里面呢 先找到第二个 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 一路看下来 好销货收入 销货成本 营业费用 折旧费用 处分资产损失 利息费用 然后我的所得税费用 好都没有 好就这样子两项而已 一个是 这个是不属营业活动的交易 这个是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 费用科目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动作 这是损益表里面 我先检查这两类之后 检查完了 开始去看我的 比较资产负债表 的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好 但我说流动资产如果有投资 但你剔除掉 因为它是属于什么 investing的 如果你的流动负债里面有loan 短期short term loan 那也是什么 把它剔除掉 因为它是属于什么 投资活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651页 好 我们来看一下流动资产里面 有prepaid expense 好 期出4000 期出1000 期末5000 多了4000 预付费用 你想想看预付费用发生的时候 我是借预付 带现金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prepaid 我的预付费用的增加 因为我先付钱出去了 但是 我先付钱出去了 但是我还没有耗用掉啊 所以还没有承认在我的损益表 所以我损益表上承认的费用 比我真正付现金出去的 还要少 因为我有个预付费用 我说了 我已经付钱出去了 所以我就要承认 我的现金的流出 好 我们是不是讲间接法 第一个先从损益表的结果 先从损益表里头去找出来 不涉及 不属营业活动的现金 还有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科目 剔除掉了以后 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找我的比较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的变动 好 651页的 你去看一下我的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就是我的资产负债表 你去找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里面呢 你可以看 他是不是已经有给你写了个current assets prepaying expense 其出是1000 其末5000 多了4000 多了4000 你去想 原来的预付费用 我一定是什么 debit prepay expense credit cash 我付钱啊 但是我付钱出去 我还没有承认为费用 因为我还没有耗用掉 所以是在我的资产 可是我已经付钱了 所以 产生我的现金流出 这个 跟营业活动有关系的现金流出 但是没有发 因为我还没有承认为费用 所以没出现在我的损益表 可是你付钱了没 付钱了 所以你要减 好 你的流动资产增加 好 这表示什么 我已经付钱出去了 好 再来 我的inventory 我的存货也增加 存货增加的意思是什么 我买进来还没卖嘛 所以我存货才会增加 那我既然买进来了 理论上就当做他先付钱了 因为我们后面会去看应付账款 好 所以我已经付钱了 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卖 所以还没有列为消货成本 重点是我已经付钱了 所以我的increase of inventory 也会造成我的什么 因为他的增加造成我的现金流出 好 再来第三个是account receivable 好 期出3万 期末2万 可不可以应收账款减少了 应收账款为什么减少 应收账款为什么减少 因为我收到钱了嘛 我debit cash credit account receivable 应收账款减少的 如果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冲销账款 应收账款减少就是收到现金 所以我的decrease 我的应收账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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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减少了1万 表示我产生的现金流进来1万 你说应收账款不跟消货收入有关系吗 是没错啊 可是消货收入已经承担在什么 上个年度了 所以我今年度的减少议表的收入没有包含这一笔 因为应收账款是借应收账款带消货收入 所以应收账款发生的时候 那个年度我已经承认收入了 所以我在收到钱的时候我就跟收入无关 表示应收账款收限没有反映在你的损益表里面 可是我收到钱了 所以我产生现金1万块的流入 好夸付我就表示是要减的 好然后再来cash 我们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编现金流入表就是要知道 我期初有3万3 期末有5万5千 多了2万2千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多了这2万2千 是因为我的营业造成我现金流入的金额比较高呢 还是我卖了我的主产了 所以产生现金流入 好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要去分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 为什么我的现金从期初的3万3 变成期末的5万5千 多了这2万2千是因为什么 从什么样的交易 什么样的活动而产生的 好所以所有跟营业活动有关系的交易都写完了 就完了 好所以我什么 我的cash flow 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是flow in还是flow out 是流出还是流入 我还是忘记带计算机帮我看一下吧 14万5千加3千加9千 4千减5千加1万 所以等于是加1万3千 所以这边多1万3千 所以是15万8千 好所以是什么 cash inflow 营业活动的现金产生是净流入的 好 这是 营业活动 好 营业活动 我说我现金多了15万8千耶 可是为什么我的最后的损益表 我的现金里面只多了2万2千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了 那有可能是什么 你买了资产 或者是你还了负债啊 好 所以有可能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我的什么 第二个部分了 好 我们先把这边擦掉 第二个部分 cash flow from investing 好 投资 投资 投资活动的现金 好 再来是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是 我们要去找出来的 变动是cash flow from investing 好 我们说呢 我的营业活动 投资活动的现金呢 主要是直接去看我的什么 非流动资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的非流动资产 从它的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比较的前后期比较的资产负债表 我的property plan and equipment里面 我的土地增加了11万 可是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从我的什么 additional information的第三点告诉我了 我发行了long term debt long term bonds 然后去取得土地11万 所以我土地增加 我有没有付钱出去去买 没有 没有 所以 当我要做这个的时候 我就先不要写 好 因为我没有付钱 这个土地的增加 前面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 告诉你了 我这个土地的取得 我没有付钱 而是我什么 发行的债券给 给卖方 好 所以 这个土地的增加 没有造成现金的流出 再来看一下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里面 他说我增加 期初4万 期末16万 增加了12万 但是12万里面 这里有告诉你了 好 这里有告诉你说 好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其实我们从我的什么 损益表里面也可以看到 我有处分 好 处分的资产 处分的 这是equipment 不是building 好 所以我们看第四点 additional information的第四点 他说我当年度呢 付现金买了12万的building 好 所以12万 是不是我的期初是4万 期末16万 所以增加12万是什么 就是我投资吗 就是我买了我的什么 那个 买了我的什么建筑物 买了建筑物 花了多少钱 12万 好 因为我是付钱 所以用夸服表示 好 那除了这个building之外 好 那下面的折旧费用 刚好 期初有5000 期末有11000 那我折旧费用多了 累计折旧多了6000 那我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里面的 第一点是不是告诉你 我的设备 我的那个建筑物的折旧 当年度提了6000 所以我累计折旧增加6000 所以这样的证明是什么 我当年度的builder没有处分 没有卖 因为如果你的卖的话呢 你的builder有卖 你的你的累计折旧 就要冲销嘛 对不对 我们记得吗 我们在讲前面的分路的时候 我资产如果处分掉 他相关的科目要一并冲销掉 所以如果卖 我的累计折旧要跟着冲销 所以这个例子里头 从他的资料里头 我们也发现 他并没有卖他的building 再来看我的equipment 期初有1万 期末有2万7 我今年就增加了1万7 可是我只增加1万7 这样而已吗 我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 是不是告诉我 第二点 我原来的账面金额是7000的 我卖掉4000块的现金 所以我产生的除份损失 所以呢 我的那个equipment 其实 期初 好我们可以用什么 这时候你要善用你的分 那个t字帐 好equipment 这个是因为他只要告诉你很齐全了 你可能不用从分类帐里头去找到 你当年度的异动的原因 好 但是如果有时候他告诉你 只要不齐全的时候 你就要用t字帐里头去找到 你到底买了还是卖了是多少 他说呢 我期初是1万 好 期初是1万 期末是2万7 所以增加了1万7 增加1万7 第一个呢 我是不是在我的第二点里面 就告诉你说 我卖了设备 这原来成本是8000的 好 然后另外 他这里告诉你说呢 这题目上面有告诉你了 所以我又买了设备 在第4点 好 我买了设备2万4千 所以得到期末是2万7 但是如果我没有告诉你这个 你要从t字帐里头去找到 他只告诉你说 他说我今年度有付千金去买设备 就这样 那你要知道 你到底付了多少的钱去买设备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t字帐去找 那我说这个字帐 因为他告诉你很齐全 当然是可以不用 但是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比较好 所以呢 我买了equipment 买了付多少钱 2万5千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第4点也告诉我 我付了现金 如果没告诉你 你要假定他是付钱 没有付钱他一定要特别告诉你 没有特别讲就是付钱了 好 那除了这样子的话呢 我还收到什么 我collection 要不要讲collection 好 我sold 我卖了equipment 我不用管他 卖是赚还是赔 我只要知道说 我卖掉这个设备 我拿回多少钱 我卖掉这个设备 我拿回4千块的现金 所以我是cash in flow 4千块 前面这两个 我都是付钱出去的 因为我买建筑物 买设备 所以当然付钱 好 然后呢 他说我的设备呢 我当年对我卖掉设备 拿回来4千 好 所以这是我的 这个equipment的 变动 有增有减 好 他的累计则就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其出一千 其末三千 增加2千 可是 事实上我的 我的折旧费用当年度 是不是增加3千 第一点 aditional information的第一点 是告诉你 我设备当年度 提了3千块的折旧 那为什么我只增加2千 因为 我的累计折旧 原来是1千 因为我卖掉的时候 我是不是借累计折旧 期末我是不是借累计折旧 借折旧费用 带累计折旧 所以呢 我其末来讲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是净增加了 这边4千 等一下 我的累计折旧 看一下 我的折旧费用提了多少 3千吗 折旧费用提了3千 好 那我的原始成本 是1千 原始的原来的折旧费用是1千 因为 第二点告诉你说 我卖掉这个设备 帐面金额是7千 是因为我有累计折旧1千 所以我卖掉的时候是冲掉 这1千 原来其处有1千 我卖掉冲掉1千 期末调整1千 所以我期末的 累计折旧是3千 就这样来的 好 所以 这边就是证明说 好 这个交易我都已经什么 都完整考虑完了 因为我的累计折旧 变动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就没问题了 好 这是我的 我的什么 那个 投资活动 所以呢 我们整个看出来 我的投资活动产生了什么 现金的outflow 现金流出 好 所以cash outflow 好 现金流出了多少 14万1千 好 我现金流出了14万1千 好 再来 我的可能 cash flow 接下来呢 投资活动 看完了 我们就开始看我的 筹资活动 好 cash flow from financing activity 好 我的筹资活动 值什么 值我的长期负债 或者是短期借款 第二个 还有包括是什么 权益变动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负债里面 好 看一下呢 我的long turn long turn 对不起 我刚漏掉一个部分了 这边还没完 因为我只想到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还没想到 对不起 这边我漏掉了 好 这个地方 所以我这边呢 可能不能这样子写 因为还没完 我只想到流动资产 还没 流动负债还没想到 对不起 我先把流动负债补上去 因为流动负债的变动 好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color liability 应付账款增加了16000 好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增加 表示我买了 存货还没有 付钱嘛 对不对 所以应付账款增加 表示我买进来的存货 没有付钱那么多 我前面是把存货增加 都把他想成他付钱了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应付账款增加 就是我的什么 存货没有增加那么多 没有付那么多钱 所以我的increase increase of accounts payable 应付账款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16000 表示我没有付那么多钱出去 所以我的现金就是什么 没有流出那么多 好 这边要补一下 因为这样才是我的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好 再来看一下 我的income tax payable 所得税 应付所得税 期出8000 期末2000 那所得税 应付所得税减少 你掉的是什么 你要缴税了 你才会减少 所以你负债减少的原因 就是什么 你付钱啊 所以呢 你decrease of tax payable 少了2000 表示我付钱了嘛 好 应付账 应付所得税减少 除非他告诉你说 当时候你的税 是计算错了 所以才去做了更正的减少 如果没有告诉你这个 一定是什么 你的现金已经付钱出去了 所以这样考虑完了之后 才是我的什么 cash in flow from operating 好看一下我的 这个 刚刚是15万8000 到这边是15万8000 所以加14000 所以是17万2000 好 所以我这边是17万2000 的现金流入 好 这边 写过来一点好了 好 这是我的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入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看完的投资活动 现在我们要看融资了 投资活动 因为看到投资的时候 我才看到我的 忘记要看我的流动负债了 那我们看一下呢 我的非流动负债 bonds payable 期出2万 期末有13万 应付公司债增加 那应付公司债增加 他本来如果没有告诉我 没有给我补充资料 我就认为我发行公司债 发行公司债就会取得现金 可是他这边的第二点 第二点 好 第几点 好第三点 他告诉你说呢 告诉我们说 他发行了一个 11万的long term bonds 取得土地 我们前面看到土地增加 是不是没有付钱 所以我债券的 那个负债的增加 也没有收毛 也没有收到钱 好 所以这个也不是写在我的什么 financing activity 好 我的non-counted liability 就一项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equity equity 期出有5万 期末有2万 增加了2万 我的股本增加 增加的原因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 里面呢 是不是告诉我说 第五点 我发行普通股 取得2万块的现金 好 所以呢 我的financing 是issue ordinary sure 好 那发行呢 我就取得2万块的现金 好 再来看一下 我的equity的变动 还有一个retain earning 2万块增加 前面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的第四点 已经告诉我什么 第五点告诉我说 我发行普通股 拿到2万块的现金 所以我的现金就会产生流入 那接下来呢 我的保留盈余增加了11万6千 好 我们用t字帐来看 我的保留盈余 期初保留盈余 有 期初的保留盈余有48万 期初保留盈余48万 好 今年期末告诉你有 15万9千 看一下 期末保留盈余16万4千 好 16万4千 好 当年度 我保留盈余有什么发生变动 就两个嘛 好 基本上 如果没有其他资料的话 就是两个 一个是什么 损益的结果 一个是发放股力 那这个损益表已经告诉你说呢 我当年度的净利有14万5千 然后呢 我的盈余就只有当年度的薰益结果 跟发放现金股利 所以我们就是证明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筹资活动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我的 Pay for dividend 股利的发放 花放了多少 2万9千 好 所以呢 我产生什么 也是样式 Cash Outflow Cash Outflow 我的现金 是产生净流出的 好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出 流出了多少 9千 好 然后呢 所以我把这三个加起来 把营业活动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通通加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7万2千 减掉14万 1千 减掉9万 减掉9千 所以呢 我这边是不是 Cash Increase 现金增加 好 所以把这三个 Operating Investing Financing 三个合起来 所以我可能是什么 Cash Increase 现金增加 增加了多少 2万2千 就17万2千 减掉14万1千 减掉9千 所以增加了2万2千 好 然后呢 我加其出的 好 其出的现金 其出的现金有3万3千 所以就得到我的其末的现金有5万5千 就得到这样的资料了 好 所以呢 我的Cash 好 其末的现金 所以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一路就看出来了 好 我的现金呢 其出2万2千 调整为其末 到其末时 其出有33千 其末有5万5千 其实增加这2万2千 不是因为我的营业活动只增加 我的存在值增加2万2千 不是营业活动只增加这2万2千而已 我的营业活动还不错 增加现金流入是17万2千 而是我用在哪里 增加投资 好 我去添购我的设备 好 所以我造成的现金流出的比较多 第一个是在我的设备的添购 好 那这是我的新铁流量 最后还有一个note 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说 我取得土地 好 或者是disclosure 揭露 揭露 我们有个non-cash investing and financing 好 投资 不涉及现金的投资及投资活动 那为什么 issue long-term bond for land 金额11万 就这样子 整个现金流量表 大致 好 其实还没算是完全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 报表 这个我们的会计准则里头有提醒 要去揭露 那我们现在先讲到这里就好了 好 基本上 这样子是我的现金流量表 分成三大类 所有跟现金有关系的 分成三大类的活动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些 如果有发生跟现金没有关系 但是对公司来讲是属于重大的 因为投资跟投资 其实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但是因为不涉及现金的进出 所以我就写什么 写在note里面 好 附注揭露了这件事情 这样看懂吗 这就是我的现金流量表 好 这是我的现金流量表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说现金流量表的目的要干嘛 我要知道 其出的三万三千的现金 为什么变成期末五万五千 好 增加了两万两千 为什么增加 好 那为什么增加 我们就把所有跟现金交易有关系的 资料把它放进来 好 然后把它分类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家公司 虽然现金只增加两万两千 虽然赚的是四万五千 但是它现金只增加两万两千 就还蛮健康的 为什么 它的营业活动 其实现金是流入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七万两千 跟它的损益的十四万五千 其实也还好 就说没有 我们其实很怕的是说 我损益表说我的收入很多 可是这个收入 我永远都收不到钱 这个就是假 就很有可能是假交易啊 好 所以如果我们在评估 未来大家如果在做现金流量表的分析的时候 未来在做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现金流量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报表 因为你要去看这家公司 损益表上面历年来都一直赚钱 可是呢 它的现金尤其是营业活动一直都是什么 净流出的 就流入小于流出 那长期一直都这样 那当然就说 那它一定是反映出它的应收账款很多嘛 好 那你就要去怀疑 你怎么可能一个公司 长期啊 不是说一年两年 长期都是什么 现金 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出 大于流入 那表示说 你损益表上面承认的收入 一直都没收到钱啊 一直没有收到钱 一直挂在应收账款啊 那这样子的损益表的收入 损益表的结果 你就要有一个 心理上你就要开始存移 它的损益表的真实性 有没有 不是真的收入 没有真正发生这个销货 但是它 做了一些美化的动作 让人家以为它是一笔销货收入 所以它承认在损益表上面 但是一直都没收到钱啊 所以这个收入 你就要存移 这个收入的真实性 那当然就进而影响 你对于这个损益表的 真正的实际的状况 你要抱持一个什么 抱持一个怀疑 好 所以这个是你在做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一些的警觉性的 好 那这是直接法 对不起这是间接法 那除了间接法之外 因为我们下个礼拜 放假 大家吃粽子 不要吃太多 那再隔一个礼拜 我们就什么 就要讲第十四章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第十三章讲完 来 不会儿吧 这就算了 要改变